聽到廠商在談那個弊案的部分 其實這個一個很大的BOT的弊案 他通常的綁標就在可行性評估 跟先行規劃的時候就能做好了 那所以從頭到尾 不管他有沒有犯那個協力廠商 從頭到尾都是同一家 那所以這個甚至呢 比較可惜說像台北大學案這個案子 恐怕還涉及到前任的工程會的問題是 就是其實可能廉政機關或是 那個宿貪單位要把他失了 把他審常失了 所以工程會你就假裝看不到 這個招飄掀起的弊端 這個案子 但是當初一案也是跨中央跟地方單位的弊案 那我是所以這感覺是今天有一個很 雖然說人員的簡報很漂亮 我覺得講得很有道理 可是我上網去看我們這個修正草案的那個 參財說明的時候 一十七頁有四行 這個網路上登錄下來是看不到的 就是這裡一十七頁的 依法辦理出殘案件 能履受司法履監察機關調查 使機關人員補足不潛 這個資訊是 我們在網路上登錄下來看不到 那只有到現場的人才看得到 那這個案子我想說剛好李教授也在 所以我覺得李教授對原住民 對一些弊案 對一些台灣的國土規劃 都有所了解 所以應該提醒他知道 就是說有些案子大到 不但議員調調不到資料 議員調調不到資料 連監察院去調都調不到資料 那這個案子怎麼辦 可是這個是政府的自己的弊案 機關的自己的弊案 這個是國家重大建設的重大弊案 那這個將來要怎麼解決 那這個問題恐怕是未來的 很大的一個導火線 我提醒一下 然後最後我補充說明一下就是 我剛剛看到這個Brasher捷徑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的這個優良案例手冊 我看了一下這個九個案子裡頭 至少兩三個案子是不對的 第一個案子是台北議員陰案 台北議員陰案不是個成功案子 它如果成功 台灣已經已經是亞太金融中心了 所以它其實是個失敗的案子 它其實是一個耗大喜光 就是把錯誤定位台灣的定位 來做的一個案子 第二個 巴黎垃圾混化廠的OT案 他們先前是巴黎的四變頭的 不水處理場案 看起來這個聯想跟對比是很明顯的 第三個雙核醫院的BOT案 這個BOT案本身也許是解決政府的財政問題 可是雙核醫院的興建的方式 這代表了政府的都市計畫 跟國土企劃的徹底施動 一個雙核跟雙核 竟然房子蓋滿到沒有地方可以蓋醫院 而蘇貞昌把整座山挖掉拿來蓋醫院 所以這個案子其實也是失敗 所以一個BOT案的成功 不能只是看在一個財政上的一個事情上面 可是你要看先期的一個上位企劃 他一個國土概念有沒有 那還有包括講得很簡單 好 這個是我一般的想法 最後是說行政院長吳敦英在談 那個地域全民共享的時候 我請大家將來要特別考一道 原住民傳統領域 原住民的生存領域 請大家能夠尊重 這個不是我們一般的國土 好 謝謝 謝謝 請問謝謝 還是拜託你把那個姓名 還有那個鎖書的那個機構和團體 的話跟我們進去這邊 那個連結一下 我想你這個 就來吧